第116集 卢盈仰着头 呆呆地看着刘江 对上他乌黑的眸子 刘江的眼神 越来越忧深 慢慢地 卢盈唇动了动 低声说道 主公 今晚非要试寝吗 他侧着头看着她 淡淡说道 其实也无所谓 反正是迟早之事 对于一个规格少女来说 她这表情 这反应 太清淡 太漠然 太 让人失望 明明刚一开始 她还是会慌乱 会羞涩的 刘江那刚才还燃烧着欲望的眼 一瞬间变得冰寒 她冷冷地盯着卢盈 卢盈也在回视着她 她淡淡地说道 阿江 其实我不是没有身份的人 这阵子明察暗访 我想 我父亲 或许是十几年前逃脱的 范阳卢氏的嫡系 她歪着头看着她 轻轻说道 范阳卢氏的嫡女 够格当你的正妃吗 刘江争住了 这一瞬间 她眸中的冰寒在消去 渐渐换成了一股 说不清 道不明的联系 低下头 她把唇贴着她的唇 吐出的气息 暖暖地温着她的脸 你这阵子步步为营 又是挑衅 又是显示自己 便是为了她 卢英垂眸 好一会儿 她才应当 是 她看着她 浅浅一笑 那笑意却不曾到达眼底 伸手搂上她的颈 卢英低雅地说道 阿江 你是知我的 我占有欲太强了 现在是不曾与你在一块 真成了你的人 你这一生 便休想另取正妃 你以前那么多 未过门的妻事 能抱病而逝 以后 新出现的正妃人选 一样可以抱病而逝 这话 还透着刻骨的狠力 说这话的卢英 目光中甚至带上了一分狠毒 四目相对 呼吸相容间 卢英感觉到 刘江的欲望在慢慢软去 他低下头 把脸埋在卢英井间 如此贴着他水润的肌肤 闻着他厨子的芬芳 他的耳边 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他那放出的狠力之言 他知道 他不是信口而出 按道理 这个天下间 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资格对他说这样的话 如此大逆不到 便是朱砂九族也够了 可为什么他这样贴着他 回想着他那暴力的表情 心下却没有半点厌恶 半分不喜 他怎么能够纵容他到这个地步 这世间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卢氏阿盈 两久两久后 刘江把脸从他的颈窝间抬起 他双手捧起卢银的脸 端详半晌 突然低头 狠狠堵上了他的粉唇 似唇相贴 他的舌头便强行挤入他的唇半肩 转眼寻到了他的丁香小舌 嚼着 追索着 四处逼迫着 只吻得卢银口腔生痛 小嘴怎么也合不上 那银丝顺着两人的唇角 向下流逸而出 他似乎带着火 这一吻甚是凶狠 这样狠狠地吻着 搅拌着 直令得卢银都呼吸不过来 这一吻来得突然 卢银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呼吸被夺 昏尘中 他拼命地寻着机会吸气 那刚才还明亮而很辣的毛子 渐渐流露出一抹迷离 刘江发现自己又硬了 猛然地 他抓起他的手 伸向自己的下腹处 就在这时 一个极为动听的女声 从外面传来 太子哥哥 那女声娇娇地 甜甜地唤着 与其亲切中 带着说不出的欢喜 太子哥哥 你在吗 太子哥哥 声音又甜又腻 一声接一声的 刘江脸上一冷 卢银的双眼 渐渐清亮 含笑瞅着他 他嘀嘀地说道 这是哪位公主啊 刘江说道 阴氏之女 刘子 刘盈一笑 慢腾腾地说道 他倒是来得及时 刘江看着刘盈 过了好一会儿 猜到 我让郭云 跟你传过话 这阵子顶我的人太多 要不是你激我之词 我怎会失了分寸 这么说 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过 今晚真要了他 卢银扬着头 看着刘江 在他黑深的毛子里 他看到了那流淌的 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的 那种水般的温柔 对上卢盈的眼 刘江低笑出声 他在他的唇角 轻轻一咬 喃喃说道 阿盈 你的初次 我从不愿意要得太草率 所以在武汉时 他曾半夜回到庄子 看着睡在自己床榻上的 卢盈 然后选择断然离去 是 如果是别的女人 有半个时辰的空闲 也就可以要了 可以享用了 可他不一样 他是卢氏阿盈 他对他已不一样 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他想要他 但不能要得太草率 要他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可要了以后呢 只有这样 只有现在这样 才是对他的保护 他必须把他 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让他快乐的嚣张跋扈 放在明面上做靶子的 有的是女人 但那些女人中 不能有他 不能是他 沉着眼 看着刘盈 刘江忍不住 再次低头 在他张扬鲜亮的眉眼间 印上一吻 然后 慢慢抽身离去 一直到退出好几步 刘江还在看着刘盈 便这般 他站在离他 只有三步远的浴池中 那双幽深的 黑暗的 透不出光来的毛子 在直直地盯着他 半闪后 他伸手 摸向自己的御柱 在他的紧迫钉视下 在那一双手的 褥洞中 卢盈 战红着脸 遍过头去 于一种 让人窒息的慌乱中 他听到 他的喘息声不断传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满足的身影出声 然后 一阵水声响起 再然后 他断然地走出浴室 换来工壁 在他们的服饰下 势干身上的水渍 换上一些崭新的外袍 一直到他完全恢复了 威严尊贵的模样时 外面的刘隋公主 还在一声又一声的 甜蜜娇柔地 换着太子哥哥 转头朝外面 应了一声后 刘江转头吩咐 送他回去 是 几个工壁拥上卢盈 帮他擦干 换上衣裳后 他们簇拥着卢盈 消失在黑暗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太太子 任由外面的流隋 一声声叫着 欲望消退后 有点懒散的刘江 静静地倚在柱子上 看着刘盈的身影 消失在眼前 不一会儿 刘盈上了一辆马车 侧着马 护送马车的 正是郭云 他一直双眼亮晶晶的 没走几步 他便朝马车中 看上一眼 走几步 又看一眼 过了一会儿 他忍不住了 策马贴近车帘 郭云笑咪咪地说道 阿文啊 后来主公交代了什么没有啊 车中 卢云冷冷冷的声音传来 你是想问 主公是怎么惩治我的吧 郭云黑黑一笑 他连连摇头 很正气凛然地说道 不是 才不是呢 我怎么会这么无聊啊 敢问这种问题 马车中 卢云哼了一声 见他不再说话 郭云又心痒痒起来 忍了又忍 他又凑上前巴巴地问道 阿文啊 才说到这里 马车中 卢云淡淡的声音传来 郭云 上次那位徐美人 私缠主公时 如果我听了你的话 上前阻拦 会不会现在 我已入了主公后院 并且成了徐美人的眼中钉 郭云一呆 这时 卢云冷冷的声音传来 郭云 主公在护我宠我 你却不同 你一直盼着我快点入他的后院 一直希望他不再在我身上 浪费太多心思 郭云 其实你一直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郭云沉默了 这时的他 哪里还有刚才那凑热闹 听笑话的心思 苦笑了一会儿后 郭云轻声回道 阿文 我只需要忠于主公 所以 他不需要朋友 更不需要与他成为朋友吧 马车中 卢云低探一声 好半天 才失望的低语道 我明白了 简单的四个字 却透着无尽的疏离 郭云有点失神 好一会儿 他也跟着低探出声 马车转入了街道中 此时 夜色已深 车轮走在青石板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尖色声 与无比的安静中 郭云开了口 阿文 我在西城玉柳巷 有一个庄子 明天让人带你去看一下 静一静 他慢慢的 清楚的说道 身为臣子 解去主公的后骨之忧 让他舒服满意 是我唯一会做的 刚才你出门时 主公很是不舍 我那个庄子 离主公的住处近 既偏境方便 又安全 以后主公想你了 你就去那里吧 竟是提供了一个 宫两人优惠的地方给他们 不对 应该是宫主公 金屋藏郊的地方 原本 卢营三姐弟的住处 是属于卢文的大本营 不适合 刘江出入 所以他给安排了一个适合 卢营 也适合卢营的 肩膚出入的地方 卢营无声地 冷笑起来 与郭云的几番算计 与现实无情相比 刘江对她 是非常难得的体贴温柔啊 沉默了一会儿 卢营才硬道 我知道了 半个时辰后 马车把卢营送回了家 这一晚 卢营睡得很不好 她一直在榻上翻来覆去 一会儿梦见 刘江贴着她时 那硬挺的火热 一会儿梦见 她在她眉心上 印下的一吻 那一刻 她是真的想要她的 她也是真的不曾想过 就这么要了她 那个男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她看得这么重了 翻腾了一会儿 卢营迷迷糊糊睁开眼 她转头看着 窗外明角的月光 好一会儿 才滴滴地说道 刘江 别对我太好 她这人 生长于市井 见识过男人的 凉薄无情 知道刘江 一直对她任意枉为 她想 她守得住自己的心的 这世间 最难销售的 是那个本就乱了 你的心的男人 那发自内心的珍惜 和温柔 卢营一直到凌晨 才迷糊睡去 睁开眼时 外面不断传来 原事和卢云的 低语声 和笑闹声 卢云披了一件外袍 站在窗口 看下下面 花园中 卢云手拿一卷书 正在读着 而原事 则捧着一叠糕点 站在他身侧 正眼巴巴地 盯着他 在他的目光下 卢云头痛地 放下手中的书卷 抬头说道 还是留一点 给大哥吃吧 可是还有好多 都不同味道呢 我吃饱了 高说到这里 他对上 原事巴巴看来的眼神 忍不住长叹一声 伸手捏起一块来 看到他伸手 原事双眼快活地 弯成了一线 看到这情景 卢云心中咯噔一下 不过转眼 他便笑了笑 细数梳妆过后 卢云换上一些悬袍 走下了阁楼 看到卢云 原事脆脆地唤道 大哥 你要出门吗 你还没有用早餐呢 卢云一笑 我还不饿 他看了一眼明显给养肥了一点的卢云 警惕地想到 以后得注意一点 别一不小心被原娘给养得又肥又圆了 卢云是男孩子 现在还是长身体的时候 吃再多也无所谓 他可不一样 按年龄看来 他的条抽得差不多了 再吃得多 真的会横着长 他对上捧着石河 颠颠跑来的原事 轻咳一声道 我到外面去用餐 也不理会原事失望的眼神 卢云转身就走 马车刚刚走出府门 对面一辆马车披面而来 不一会儿 那马车的车帘掀开 耿六探出头 看着卢云的马车 唤道 阿文 你这是去哪儿 我正要找你呢 卢云令马车靠上 笑道 找我 是啊 耿六说道 那不是昨晚 你来去匆匆吗 大伙今天 正准备到外面玩一玩呢 想起你来了 便叫我来叫你 对着阳光下 卢云那张俊美轻贵的面容 他藏住 眸中荡漾的喜爱 又道 我都亲自上门来叫你去玩 怎么样阿文 你耿六哥 够情义吧 够 卢云一笑 那现在就走 卢云刚硬了好 耿六又道 不行 得等等 今儿大伙都带了女人 阿文 你要不要 也带一个 卢云迎上她的目光 摇头说道 不用了 那好吧 穿梦 不算 呢